歡迎收看各位 送上決戰法王 浪晴明知青錦標賽的精彩戰況 在第一輪上午的三場比賽已經告一段落 現在馬上訪問在場邊觀察三場比賽的球評 平南勳 請問一下 南勳 你覺得今天早上球場的狀況怎麼樣 很不一樣啊 球筒很專業 然後甄莉的人也很專業 那我發現其實今天在場邊的風勢有一點大 你覺得風勢對今天選手 會不會在籍球上面造成很大的影響 應該不會 要看個人 不過今天在晚間的比賽開始 就要進行的將是臺灣選手林南勳 要上場進行比賽 球評你覺得下午林南勳面對西班牙選手 您覺得勝算如何 就看臨場狀況 看下去緊不緊張 究竟球評的預測準不準確呢 馬上帶各位來到比賽現場 浪晴明日執行錦標賽 第一輪賽事正式開打 由於林南勳的比賽安排在中午過後 因此等待的時間令人難熬 不過南勳可是很懂得利用時間 除了和其他選手討論比賽之外 也主動找錦標賽專屬教練 RAMY熱身 希望不至於讓身體的手感冷卻 巴黎的天氣 時情時陰 終於要到了正式上場的時刻了 經過於上午的等待 林南勳將會在下午的第二場比賽 開始上場 經過了跟教練的練習 暖身之後 究竟跟西班牙的選手 是不是真的將會五五大戰呢 和西班牙阿卡拉斯的對戰 由對手發球開始 低盤第一局 台灣小子氣勢如紅 連下四分成功破發 第二局 南勳發球局拉局到了Dews 關鍵分主動嘗試小球策略 結果掛網 讓對手破回了發球局 單盤搶四的賽制 前八局兩人都只各爆發一次 四比四進入前期 你來我往情勢不變 但南勳在一個小球得手之後 先有了盤莫頂的機會 可惜太急者先下一城 而正手回擊掛網 氣勢一下子被逆轉 西班牙阿卡拉斯連拿三分 順便帶走了第一盤 這一盤的優勢相當關鍵 對手找回狀態越打越神 南勳則是在運動戰中 趨於下風 第二盤很快0比3落後 對手第二盤第二個發球局 很快帶到兩個賽末裡的機會 雖然南勳極力反彈 卻還是在對手小球放短成功後 結束了比賽 林陽勳直落了輸球 結束了自己第一次的海外體驗 小朋友的比賽 比的就是臨場 比的就是氣勢 說不定第一盤的結局如果不同 勝負的天平將會倒向另外一邊 在艾菲爾鐵塔下的比賽 持續進行 究竟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冠軍又會是誰呢 在法國巴黎的車廂報導